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困在灯兰街与公园路转角的布鲁克与皮巴迪书店的员工休息室里 目前我们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重要的是没有人被感染 如果警察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请告诉他们 2009年9月15日的傍晚 就在布鲁克与皮巴迪书店要打烊的时候 他们杀进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人 感染者吗 还是去死僵尸团 我不确定那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疾病 但我可以肯定它会传染 我也亲眼见识过感染之后的可怕下场 我们的电话断了 视话与传真都不通 手机的电池也在昨天陆续耗尽 当初没有人想到要带充电器来上班 也没有人在员工休息室放备用充电器 我们的经理菲尔 非常肯定在后面的仓库有充电器 但是要穿过去 先得穿过整个店面 我们没有人有勇气 敢冒险尝试 我想最终到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拼死回到店里 这里的食物不可能吃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吃牛肉干吃到兔的一天 目前我们唯一的电力来源是菲尔去年买的紧急发电机 当时水灾的灾情越来越严重 大家都很担心会在期末特卖的时候停电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无线网路可以用 我看到的网路名称是SNET 我从来没用过这家的网路 可能是书店楼上那几间公寓里面 有人使用这家的网路 也许楼上还有人活着 也许他们正在试图对外联络求救 我们躲在一扇兼顾安全的门后面 门锁是工业等级的 因为保险箱设在这里 所以大门经过强化 非常厚实 这里是理想的躲藏地点 没有窗户冰箱里面存了一些食物 最重要的是有厚实的强化大门 我之所以一直强调门 是因为我们的性命全靠这扇门才得以维系 就在短短几天之内 这扇金属门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依靠 活命的象征 你可能会怀疑 如果这里没有窗户又只有一扇门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杀进来了 原因是监视录影器 这些摄影机应该是使用紧急备用发电机的电力 所以现在还能运转 而唯一能够看这些监视录影器的画面 就在保险室里 保险室就在员工休息室后面 穿过桌椅和冰箱的空间 里面比较小的房间就是了 有时候我睡不着觉 就去坐在保险室里看着荧幕 现在保险室不在上锁 我想钱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没有人有这个念头想要去偷钱 我不得不感谢布鲁克与皮帕迪安装这些监视录影器 让我们能看到店里几乎每一个角落 虽然影像是黑白的 而且不太清楚 但我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在店里到处磨刮 在书架间游荡 穿过科幻推理小说区 摇摇摆摆的走过阅读灯和书签 他们不肯离开 就算店里所有人都死光逃光了 不然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份子 他们还是不肯离开 他们在找什么 他们想要什么 有时候 我看到他们消失在镜头外 就知道他们跑到休息室门外 对着眼前的障碍声音抗议 用头和腐烂的拳头敲着钢制的大门 我会想 这真是不公平 里面的人正在努力想要睡觉啊 他们想要怎么样 他们以为我们会回应敲门和撞击吗 难道说他们真的有思考能力 还是有别的原因去使他们来 骚刮这扇门 我住的公寓宿舍里 有个研究生养了一条灵体犬 名字叫乔伊 乔伊是我见过最温和的一只狗 从赛狗场被主人给救了回来 那是一个狗不会想要待的地方 饱受虐待 被当成物品对待 打个比方来说 就算你每天 没日没夜开着车子绕着跑道转 车子不会发出任何抱怨 灵体犬就是这样 从不抱怨 只会以哀怨的眼神看着你 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 恳求你行行好 心情好点的话 请发点慈悲 乔伊看起来完全无害 几乎连只苍蝇都不可能伤害 但有一天 他从我身边窜出大厅的门 当时门口的缝隙 大概不到一个手掌的宽 他居然可以钻出那里跑到院子里 在我还来不及喊他名字第二次 他已经扑上一只兔子四咬 他的动作如此之快 如此有效率 完全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 懒洋洋乔伊 我想 扑杀那只兔子的 不是乔伊 而是他的本能 追杀猎物的冲动 追杀 猎物的冲动 这 就是在门外等着我们的东西 因为饥饿而疯狂 去使他们的 不是理智或智慧 而是盲目 强烈的需求 渴求我们身上的东西 我一直很努力保持冷静 希望到目前为止 我表现得还不错 唯一的是 把这些事写出来的感觉好多了 把我想讲的话说出来 似乎感觉不再那么真实 现在这一切 好像只是我笔下的一个故事 我所编造的一则传说 不再是冷酷的现实 牵重着我所做 所思构的一切 能够变化一下真好 做我想做的事 我想我最怀念的就是这一点 自由选择的权利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可言 只剩下生存 只剩下需要做的事 很快的 我们就必须冒险走出这扇门 去找食物 外面有几个比较大的冰柜 收音台附近 还有十几包洋芋片 很快的 我们就会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没有选择 我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 和这些人被困在一起 这些同事和陌生人 我从没有想过 除了兼职工作以外 还要跟他们有什么 进一步的联系 我也没有选择要离开我妈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仅存的亲人 她生病了 而现在我可能连送她 最后一程都没有办法 我认真读书 想要有所成就 现在成了一场空 现在只剩下这些 我根本不熟的人在身边 还有让人瘫痪的 无穷止境恐惧 那些感染着原始的冲动 我想我可以理解 我了解那些东西 为什么在门外徘徊身影 还有 曹一为什么要弄死那只兔子 原因就在我们的协议里 在我们的心里 那股饥渴 那股热望 求生的绝对需要 我只不过 想要在这里工作赚点钱 现在却突然变得要死在这里了 也许我还会再发文 至少这是值得期待的一点小小安慰 我应该赶快关机去睡觉 不要再一直盯着监视萤幕看 那画面有催眠作用 让我无法移开目光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会强迫自己上床 闭上眼睛 红上耳朵 他们杀进来了 他们杀进来了 我想 我们逃不出去了 全是沦陷 芝加哥也完了 最好是逃到别的地方 越快越好 沦陷 意思是 没有希望了吗 你是怎么逃出去的 如果 你知道有安全的地方 请告诉我们 哈喽 爱丽森 你们还好吗 我们一直在默默注意你的部落格 我不能透露我们所在的地点 抱歉啦 因为 这附近有一些称火打劫的幸存者 请多多保重 你用的是 SMET吗 现在 好像只剩下这家网路还能通 希望你能继续奋斗 不要沉默 我了解 保命是必要的 希望你们也能保持警觉 保持平安 目前为止 SMT的连线都还算稳定 希望 不要什么时候突然断掉 有机会的话 请再告诉我 你们的情况 就是这样 以上 是这本书的公开 试阅朗读 接下来 如果想要看更多更多的内容 谢谢 自己去找书来看吧 我们下一本书出生见 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